我給大家看一張我剛才查的一個資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去年7月18號高端通過EUA 就高端通過EUA的這個部分 你看一下下面那一行 專家出席專家學者共21人 裡面有投票的有沒有 主席不參與投票 通過三人有條件通過15人 補件在意的一人 然後不通過的一人 那我想請問一下 奇怪 去年同樣的專家學者會議在審高端 那個時候是在審查 到底要不要核准他專案製造 那這個會議裡面有21個人 那現在專家14個人加主席15個人 全體都同意 那請問那其他人去哪 原來不同意的就沒有出席 不同意的就沒有出席 所以難怪就是說 我覺得今天很簡單 高端的事情 我重視的其實是 我們都要對民眾的身體負責 今天高端他到底有沒有保護效力 為什麼國際不接受 然後打了高端的人 你應該要有什麼樣的一個部分 假設如果他的保護效力真的不足的時候 該補打我們就補打 不要說因為要出國 所以我們就去做這些 但是如果高端因為他到最後他沒有辦法證明 他的保護效力是什麼狀況的時候 又因為他的副作用造成民眾的損傷 那你這也要宣布給國人知道 相關的 其實我個人認為到現在這個狀況 其實政府應該要求高端怎樣 你要為打高端的人去做健康檢查 因為你保護效力不足嘛 那打了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很簡單 不要再用所謂的投票 不要再用所謂的這種人為的表決 來決定說一個科學的事情 他到底是不是應該要正常 我覺得最簡單的一件事 國外你找一個 找一個國家通過就好了 那這個國家是大家都認可的 所以我們就要去查嘛 你看過去過去包括BNT包括Novafax 包括莫德納 他進來以後的EUA 他都審查了一段時間 這些在其他國家都已經打得亂七八糟了 都已經打了滿三 都每個人都在打了這些疫苗 進來你還要審這麼久 結果我們的到最後 因為最後一天趕不上 因為可能明天要辯論 結果現在突然找了14個人15個人來 然後大家全部投票 舉手通過說可以就可以 這樣子沒有辦法說服民眾 我要提一下去年的七月十八日 也是一樣夜風高 突然之間就這樣拿到EUA 好他剛剛提到了15個人 是有條件通過 我把他看了資料 他就匿名了 A啦 V啦 C啦等等的 很重要大家共識 要做第三期 要做第三期 他那時候講說台灣疫情很好啊 沒有樣本啊對不起那今年呢 幾百萬人染疫 樣本夠多了吧 為什麼不能做呢 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做第三期啊 陳時中說了 陳時中說的喔 沒有做第三期 當然沒有保護力的資料 那昨天這個EUA的補件通過 是幹什麼 是打陳時中的黑光耶 他怎麼會用說 一開一個會說 沒有保護力變成保護力耶 陳時中那時候講話是對的 因為我們沒有做第三期 所以沒有保護力的資料 沒有保護力的資料 結果昨天一投票 說有保護力了 今天蘇貞昌還大言不慘 耗著臉皮說 喔 健康 喔 BNT喔 沒得了 沒得了 笑死人啦 這個蘇貞昌完全什麼都不懂 就只耍嘴皮子啊 居然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要看一下這一切 主持人剛剛提得非常好 就是為了陳時中明天嘛 你看 他們在密會三個小時之後 高端突然公布了疫苗價格 保存三十年資料耶 保存三十年 突然一月之間他就公布了 而且我在立法院 質詢的衛務部長薛部長 他親口跟我講耶 他說這個資料補件之後 要審查一個月 他親口講的要審查一個月 要到十月底嘛 要到十月 十一月底 十一月底 要審查一個月 怎麼突然之間這樣子 突襲啊 投襲啊 表決過了 就這樣過了 為了明天嘛 讓你這個好像 讓你說看起來 你沒有打的高端底牌 全部揭露了 他以為OK了 但是不要忘了 因為老實講 現在來講沒有意義了嘛 大家不會去打高端了嘛 現在的病毒都是在什麼 真的要打疫苗 就次次帶疫苗了 也不會再講這個啦 所以今天 這個通過就是說 完全是為了選舉 破壞科學 這是最糟糕的 請支持 T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